如果托尼老师是一只熊,你还敢理发吗? 这只托尼熊要给客人理发,他刚打开理发器,就被震的颤抖起来,直接向大爷的脑瓜子就干了过去 这下BBQ了,大爷的头秃了一块,小熊被吓坏了 他悄悄把电子的头发放到了大爷的脑瓜子上,可惜并没有什么用 就在这时,小熊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口腔把头发粘上去 本以为能蒙混过关,却不料大爷不讲武德 直接上手摸了压后脑勺,大爷很生气,他让小熊清理干净,小熊也很听话 直接上嘴舔了起来,而这一幕,就像被赶回来的老板看到 我可以解释,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脏 就这样,小熊被老板开除了,虽然他很失落,那是为了赚钱,他只能继续找工作 很快,小熊又找到了新工作,他剩下自责的摇摇梯,打开了这点小皮筒 最好清洁机后,就打他上去擦玻璃,结果 接着的小熊把绳子系在水桶上,脸颜头挂在水管上 然后抱着一个花盆,就再把水桶送上去 可到他放下花盆时,愈不情地拽了上去 随从卡在他的脑袋上,小熊只好寻求帮助 却又不小心撞到了玻璃,为了缓解尴尬,小熊又身体擦起了玻璃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凶猫擦玻璃居然这么干净 就这样,小熊找到了赚钱之路,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不是在擦玻璃,只有在去擦玻璃的路上 在不忙的时候,还有一帮流浪狗洗个澡 经过一段时间,他转的是培满钵满 小熊名叫帕丁顿,来自神秘的秘鲁丛林 在被布朗一家收养后,每天过来都很开心 他只能以这么努力赚钱,就是想给养老院的婶婶 买一个生日礼物,就在不久前 他在古董店里,看中一本伦敦立体书 但由于价格太贵,他只好努力赚钱 这天晚上,一个小偷闯进了古董店,护走着那本立体书 而这一幕,正巧被派丁顿看到 他立马追了上去,看见小偷骑洋自行车 派丁顿出一两口哨,召唤出自己的坐骑 快追,阿郎 眼看就要拿回那本书,就因为手劲太小,就被小偷夺了回去 派丁顿很生气,派丁顿骑着大狗,钻进了草丛 可当他出来时,就拽了一只大鹅 真能追啊 费了九九二五之力,派丁顿终于追上了小偷 可没等他说话,小偷一个烟盾,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警察赶到了 他们把派丁顿当成了小偷,直接给抓了起来 派丁顿想要自动清白,可惜他没有证据 就这样,派丁顿被关进了监狱,开始了被追的牢狱生活 你绝对想不到,一只熊在监狱的生活到底有多难 入狱的第一天,就被安排到了洗衣房 当他按下开关后,监狱里的脏衣服瞬间就把他活埋了 最后还剁了一只红袜子 忙活了半天,派丁顿终于把脏衣服放到了洗衣机里 当然还有那只红袜子 他突然意识到,红袜子可能会掉色 可死似的洗衣机已经开始运转 他和忙跑去开门,结果一使劲,连把手就被掰断了 不得不说,粉色系的猛男也挺好看的 看到玉友咬牙切齿的样子 派丁顿正好假装没看到,赶紧找个位置,准备吃午饭 结果一口下去,直接把他整吐了 他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饭 派丁顿很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吃得下去 玉友们也很无奈 对于此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餐厅里的厨师是监狱里的老大 玉友们调感派丁顿,如果他能改善伙食 那么衣服的事就一笔顾销 听闻此言,派丁顿股断答应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派丁顿来到了铁拳面前 生生他做的饭,连狗都不想吃 铁拳听完,直接拿起了擀面杖 看到这一幕,派丁顿拿起面包 对着他脑袋就砸了一下 生生面包这么硬,就不能加点酱汁嘛 看到滋了铁拳一肚子,派丁顿想要帮他擦掉 结果越抹越多 派丁顿想要求如玉友 突然间他们早已躲了起来 而此时的铁拳已经被彻底激怒 立马提起了派丁顿,准备把他做成小熊饼干 派丁顿被吓坏了 他想要正开束缚 就意外地将果酱面包 再到了铁拳的嘴里 铁拳直接愣住了 逐渐被果酱俘获了芳心 随后,铁拳告诉众人 这时小熊以后他罩着了 第二天一早,铁拳叫醒了派丁顿 让他去做今天的早餐 而他自己不坐在椅子上偷懒 见此情景,派丁顿很生气 这些表演起的熊凳,铁拳被吓坏了 只要掌钱去帮忙 最后两人默契的配合 骨架面包终于做好了 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因为我们吃得很开心 他们又收到了掌声 看到这一幕,铁拳反而焦羞起来 自从有了派丁顿的加入 索然微微的食堂变得花样百出 看比米其林三星餐厅 就连监狱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采起来 而另一边的布朗一家 为了把派丁顿洗脱的罪名 一直在调查线索 经过他们的努力 终于锁定了目标 但因此也算过了探钱的日子 这让派丁顿很伤心 因为他们忘了自己 就对这时 铁拳索用派丁顿 说要带他一起越狱 我们出去以后 就帮他找到小偷 为他洗脱冤屈 在铁拳的忽悠下 派丁顿决定越狱了 你绝对想不到 一只熊的越狱方式 到底会有多奇葩 他们穿过密道 打开通风口 顺着滑滑梯 来到了洗衣房 拿到自己的行李后 他们爬上了钟楼 紧接着 帕丁顿顺势抓住摆钟 开始不停往上爬 利用身体的优势 穿过齿轮 成功抵达了顶楼 他拿到钥匙后 拿开了餐厅的大煤 趁着预警服务意 他们小小爬上了灯塔 身高风往的桌布 然后点赶没习惯 就这样 他们越狱成功了 可在落地后 铁拳井人却变卦了 他们只想离开这座城市 不想把帕丁顿洗脱罪名 走出情况后 帕丁顿很生气 感觉自己被骗了 由于帕丁顿是越狱 他害怕连累到家人 并不敢回家 于是用情色的一枚硬币 也不让一家打了电话 空过交谈 帕丁顿这才知道 布朗一家并没有忘记自己 还帮他找到了小偷 正是隔壁的邻居大锤 并且还查到 那本书是个藏帽图 而宝藏就藏在游乐场的风情里 他那个风情 今天就要被火车拉走了 他们猜测 大锤一定会去那里 于是 他们决定在火车站会合 帕丁顿不能完成垃圾桶 回进了火车站 看到大锤上了火车 帕丁顿赶紧跟着上去 等布朗一家赶到时 火车已经开走了 无论之下 他们车后乘坐另一辆火车 去追赶帕丁顿 而此时的帕丁顿 正踩着冰糖苹果 简单的形容在火车上 此时的布朗一家 已经追了上来 在火车并行的时候 妈妈想要跨到对面去 结果 与此同时 大锤通过密码 成功打开了宝藏 而帕丁顿 也悄悄来到他身后 趁着大锤不入意 帕丁顿拿到了立体书 就准备开溜 结果被大锤发现了 看到宝藏被锁回去 大锤崩溃了 他进不住密码 只能去追帕丁顿 你看就要抓到 结果脚下一空 大锤掉进了车厢里 原来 这是布朗一家世代的陷阱 看到大锤拿起一把剑 男的直接举起了枪 就这样 他们被大锤制服了 而帕丁顿 也没人逃过他的魔爪 大锤夺走了立体书 把帕丁顿所在了车厢里 然后拔掉了火车的挂钩 又改变了车厢的轨道 本以为胜券在握 结果一回头 一颗棒球就迎面而来 直接把他砸晕了 与此同时 帕丁顿所在的车厢 由于脱轨的缘故 直接冲进了河里 妈妈见状 毫无犹豫地跳了下去 妈妈想要打开车门 需要一件被铁锁住了 禁止情景 帕丁顿摇摇摇头 将她妈妈快点离开 危机关头 铁拳几人出现了 他们始终放心不下 这是善良的小熊 哪怕再被抓进监狱 也要先来救他 经过重人的努力 终于救下了帕丁顿 回到家后 帕丁顿昏迷了三天 等他醒来时 他的罪名已被撤销 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 大家会为他准备了惊喜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我 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心存善念 只有内心善良的人 才能够唤醒 他在内心沉住的善良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